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家庭话会 就是这个吊栏 因为吊栏它价格比较清明 而且比较好养 而且它可以净化室内的空气 那么我们养护吊栏的过程中 总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忘记给它浇水 就会出现叶片发软发烟的问题 那么如果当我们的吊栏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马上给它浇水 如果说马上给它浇水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吊栏的根系出问题 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先把它放到比较凉快的地方 等植株温度全部降下来之后 我们在它的叶片上面多喷一些水物 让它从叶片吸收一些水物 因为这个时候吊栏的根需要的氧气会比水分多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就会导致它的根系吸收不到土氧中的一些氧气 就会导致闷根 所以我们给它喷水之后 当它的叶片慢慢恢复之后 我们再给它浇水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吊栏 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我们给吊栏施肥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水溶性的肥料 比如说这个花多多一号 因为花多多一号 它里面的弹磷甲元素非常的丰富 而且其他微量元素也比较全面 比如说一些盆铁猛心含量也是比较均衡 那么花多多一号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是一种水溶肥 我们只需要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用一次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养护吊栏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该怎么解决避免它出现更多的问题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